中西漫演 影視綿落 光影不變 盡在手輪影院 主持 勇仔 各位聽眾 回到第二節的手輪影院 有點不太貴 因為十五分鐘的節奏 因為平常我們其他節目都是半個小時 依然沒有報錯這個Jingle的 這是手輪影院 不過卵仔就沒有時間做 我們就先頂住他 都是講戲的 因為手輪影院是我們中港台最黃泛的節目 托一下卵仔紅福 因為實際上卵仔講戲 做影評等 他那個水準跟外面的大台比 他真的一點都不消失 我覺得比很多大台的影評 好了 說話就說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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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吵吵 好像是說什麼 也拋出了很多專業名詞 但這些雷文都要聽 不懂的 對不對 對 我們就回來繼續講一下 Maze Runner 交給Ben 其實這套說起角色的話 那個在權力遊戲扮Nitlefinger的角色 因為真的被人定了形 其實他拍完權力遊戲之後 大部分飾演的角色都是尖尖的 就好像真的被人定了形 沒辦法 當然這個一出來之後 其實已經看到他 又是他 即是他們救的那些人是假的 如果有人先看小說 就一定不知道是假的 不過沒辦法 我覺得他這套戲裡面斬了之前的壞人 就是之前那個醫生說 說是要研究究細藥劑那個 那今集又出來 但其實這個戲裡面 如果要挑小無病的話 他真的可以挑到很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去看的話 看看他背後的故事 揭發最後的陰謀 還有他其實這個故事 今集講的道德是怎樣 你會不會為救一個世界去 基本上他的設定是殺了那個 generation 那一代的年輕人 因為他們的藥劑一定要在年輕人上面的老婆抽取出來 嗯 那抽取過的話 年輕人就會死 但是救到全世界 嗯 這個是我們 如果他剛才殺了年輕人 那還沒有未來呢 那還沒有未來呢 他是殺十幾歲的一批 年輕人 哦 OK 就是好像 還沒有兒童 OK明白 還有未來的 是啊 因為其實他那個 他的背景裡面是近未來 嗯 其實現在也可以做到一個叫做 就是那些dystopian的世界觀 是啊 人口炸彈他們是有的 他們也準備了的 那這個當然在書裡面說了 但是他電影裡面沒有拍到 嗯 其實這個就比較 minor 因為比較少有的點 那因為人口炸彈的話 他是預備了一大批受精倫 一大批受精倫 隨時將他打入女性子宮就可以受到 嗯 所以他們不會怕絕種這個問題 哦 但是可能會突然之間 譬如你這一代最大的是十幾歲 但是就沒有了一段 然後突然間一跳就跳到五六十歲 就沒有了中間那段 之後如果是真的這樣發生的話 其實就像 那些事情就是 戰後呢 有一些歐洲國瓜都出現過這些問題 就是因為那些年輕人死掉了 十八到四十歲 那批就死掉了 死掉了 死掉了 還有一個非洲國家 不過我忘記了是哪一個 就是死掉了那些男人 所以 他在那個國家裡面 所有很重要的職位的人 都是女人 因為那些後 因為那些男人 全部死掉了 唯一就是男人 就是和小孩子 真的會突然之間 因為一些很嚴重的災禍 當然就是戰爭 對 就令到某個群人 就是某個群人 是整個被灑掉了 對 那其實就是怎樣呢 我想問的就是 反正都講到劇透了 大家知道劇透就不要再聽了 就是You've been won 所以這次他那部電影 他反正都是這樣 就是他帶出一個這樣的 道德的issue 其實他那部 他那個 作者 或者導演 他如何去 去 如何詮釋這件事呢 就是透過他的電影 他會覺得 應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呢 應不應該犧牲一個 generation的人 去救其他 generation的人 甚至是救了整個世界 是啊 其實他這裏裡面 他就是 用男女主角分別 帶出了這一點 男主角就是傾向 一定有其他方法 不需要殺殺我們這麼多人 不需要殺殺我們這一代人 而女主角在記憶覺醒之後 就選擇了和本來他們覺得是壞人的Rigget 半變的那一邊 是啊 因為他記憶醒了之後 他就會這樣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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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來是這樣想的 本來他是跟著男主角的 因為他們第一集裡面的記憶被人洗了 所以他們 基本上第一集是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在迷宮裡面 是啊 走了出去之後 就被人救了 當他們救了之後 好像說是 因為 因為他們 因為其實這個故事還沒有解釋的 嗯 是啊 那 大概猜到就是因為他們 的腦裡面 突然之間 受了 譬如 驚慌或者危機 這些這麼大的刺激之後 他們會生產出那種的催化劑 而那個催化劑就是用來去救 去做救世藥劑的那種藥的重要成分 嗯 是啊 其實他們把他們放進迷宮 就是要他們的腦部自然產生這種物質 嗯 這種化劑物 等到他們救了出來 然後再把所有成功走出來的人 的腦裡面抽取這種物質 直到他們死為止 那 基本上的設置就是這樣的 嗯 是啊 但是 第三集 就一定會出 他也沒有說 這集也加入了一個反抗Rigget的組織 叫做White Arm 好像右爪 中文譯右爪 的一個組織 那其實也看到 右爪這個組織 不是像Rigget 這個救了恐怖組織 那樣 那麼龐大 那麼先進 而他們正 都是用著 大概二戰時期的武器 去打人家直升機 這樣的 所以 資金方面 也都帶出了 其實他們差很遠 那麼 也都 發表了實力差很遠 還要在 臨收尾那時候 被 被Rigget 拿了三部直升機 轟炸員 嗯 還救走了一班青年 那麼死剩主角 幾個 就死了 那麼 因為他沒有被人抓 其他人被人抓了回去 是啊 那麼 那裡面 韜希裡面 唯一一個 亞洲 亞洲大配角 阿敏浩呢 就被人抓走了 嗯 所以如果各位是他的朋友 可能要傷心一下 嗯 他這一集裡面 其實是體驗出 他比 我覺得他比主角更加冷靜 主角 他宣傳就是領導型跑者 嗯 其實 加入個人情感 進去評論的話 我並不覺得 他是一個領導型跑者 嗯 你沒有留意嗎 他除了領導型之外 後面還有 之後另外那兩個 是一個 冷靜型的嘛 是啊 冷靜型那個 好像是問號 不是 不記得是誰 冷靜型那個好像是女主角 總之就是 那個領導 那個領導是完全沒有領導的角色 嗯 嗯 很認真地說 很認真地說 那麼 這位主角 在這一集裡面 他 他的領導型角色就是 在逃走之前 沒有任何計劃 嗯 相信錯了女主角 令到 令到 威康這個組織 被Rigget轟炸 抄了 嗯 那又未到抄家的 那 雖然都八九不離十 那 他也有一些殘肢如孽 是死不去 因為如果死了 下一集就拍不到的了 也 Air Picture的劇情 那 那 今集 那些演員的表現 你覺得怎麼樣 你有看上一集的嗎 有 上一集 他們的演技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分別 是完全承繼上一集的水準的 就是他們根本不懂得演戲 哈哈哈哈 我坦白說 做這種 這類型的戲 其實 說真的 他懂得插槍 插槍 沒什麼技巧可言 因為 尤其是 你做這種戲 你 怎麼說好呢 他 那種主角 他經歷的 那種 你剛剛說了 他有一個奇幻 色彩濃厚的戲 你說的 其實 他大部分的 情感 或者經歷的事情 是我們的觀眾 在現實世界裡 是不會經歷得到的 所以 是的 所以他的表情就是 得驚訝 以及 歐嘴 是的 只是做這種事情 當然不知道 錯了我樣子 是的 不停跑 你真的在說 你和做 另一些劇情片 那些 很有深度的 演技 是另一回事 不重要 整個事情 一樣都可以做得好 那 他也是融融的 年輕演員 我剛剛看了Cast 他們也比較多 那 大家都預算是差不多 沒有辦法 是的 要看演技 真的 真的 看那個叫Janson 的演員 他 他 你 你看到他 就真的好像鄭紫誠 那樣 這個人 真的 笑 如果大家記得 以前 《少年島神》 高俊的 一句對白 就是 你 看著他 他永遠都對著你笑 笑到你心裡有點寒 那就是那種感覺 是的 就是 那時候 就是 那個 是 那種感覺 你一看到他 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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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看到他 就知道他有些事情 是的 是的 那當然 由於又是主角光環的關係 那就是主角才發現到 哈哈哈哈 所以我也說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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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挑選 小毛病 這套是真的 很多的 那 因為 其實他所謂的動作 就是 不斷地拿著電筒跑 是的 其實 你是看不到 他們究竟 跑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是 你會看到一些白色的光 不斷地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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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我看Marvel那些 那些超級英雄 我從來都不會批評他劇情 因為 不需要批評 你不是去看那些東西 OK 但是 譬如說 如果你真的寫一些 你覺得是 推理劇情編那些 你寫個鬼馬 我就真的會批評他 但是 就是 看這種genre 我就是這樣聽 我當然沒有看過電影 上一集 第一集我都沒有看 那 我感覺上 那個 劇情 上 有些 有些 有些事情解釋不到 自然其說不到 你便會批評他 那些 你不是入場不是為了看那些東西 是啊 這個當然 所以我都說 看後面 故事背後的陰謀 因為如果 如果說的話 這套戲 第二集 的續集 實在太多 這麼巧 即是 主角 無端被TVP上身 TVP 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停有這麼巧 不停有這麼巧 還有 還有 TVP最喜歡的什麼 就是偷聽 這套戲裡面 是有偷聽的 是 這套戲裡面 就是因為主角 這麼巧 這麼巧 那一晚跟了第二個 還在廁所講的呢 迷宮出來了 是 這是一個 他們發現了 他們的迷宮贏了的人 被人 做植物人 麻醉了 抽取化學物的那間房 就這麼巧 在那裡 偷走了 發現這個室 之餘 就這麼巧 這麼巧 保安主管 就在那裡 跟 本來在第一集 死了的那個 博士裡面 討論他們之後 究竟要用這些人 做什麼 那真的太多巧合 所以 但是 他後來的陰謀 是沒有完全 說出來的 那 所以我覺得 第三集 都一定有戲拍 還有 他是說 會去救回 我們的 亞洲人敏浩 所以 相信敏浩 暫時不會死 第三集 都會出現 明白 這樣就是 希望大家 先看這部電影 再聽這部電影 我聽完後 就當作看了 這部電影 我個人的研判 我覺得 就是我會入場看這部電影 你不要看第一集 第一集 我都不會再看 最大部電影 如果你看這些奇幻 你的世界觀 不吸引 我就會麻煩你 OK 如果是Dystopian 我真的說真的 你當然要看Fallout 不是Fallout 是Max 是Fallout的遊戲 Fallout就出了 Fallout 4就出了 Fallout 4就出了 Fallout 4就出了 我到時候就會 說 goodbye to social life 好 各位慶眾 我們下次再說吧 錄也不錄 有節目 不應該會 說笑而已 就是 但是在節目上 上班現場 所有的 social life 應該都要說 goodbye OK 好 我們下次 阿倫正應該回來的了 回來的阿倫正應該回來的 OK 好 再說拜拜 我們下次再說吧